《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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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識有27、8年了 那時候認識他其實他就是一個很認真的人 你知道那個磨刀有個磨刀石 那稍微加一點水才推得動 每次我看到我們師傅在磨刀 好像是拼人命 可是我看阿昌斯 他就很輕鬆 那個動作我其實覺得他是優雅的 力道是很平均的 後來我就慢慢察覺 這一個人做事的態度 外水料理他整個套餐這樣出下來 他是按部就要幫你 這本料理的食物他為什麼要分開煮 第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用兩三種的食材放在一起的話 每一種食材他要天調時間 然後跟要入味那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分開煮最主要第一個就是說 能夠保留食物的原味 第二個呢 他能夠把保留那個食物原來的營養素 那這個就是我們真正日本料理的精神所在 他是那個個性非常 比較有自己主見的人 然後他不喜歡人家就一直在打擾他 所以我那時候對他第一個印象 覺得這個人很難相處 其實你那時候已經 他生生的已經很愛上我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坦白講沒關係 我根本不認識你是誰啊拜託 其實做料理做到一個最上層的 就是能夠把天然的食材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們所謂一個盤子旁邊的那些配菜 比如說一個鮑魚旁邊 要配一個蘆筍白蘆筍幹嘛幹嘛 那我把鮑魚拿掉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白蘆筍蘆筍青菜 做得跟鮑魚一樣那麼好吃好看 這個就是最高境界 常常會跟我們講說 食物有他自己本身的味道 那他會想說 你要讓這個食物可以有加分的效果 這才對他是有幫助的 而不是說去隨便加個東西 來破壞他原本的味道 也是像這樣的下雨天 我們跟阿昌司兩個人 就回到山上走一走 就覺得很多紛紛擾擾的事情 必須要讓自己的心安定下來 回去之後就到我木柵路山端那邊 他說以前是一個眷村啦 聽說現在改建 那裡面有一些咖啡廳 聽說還不錯 我說好吧 那我請你喝咖啡 那當下我們就約了我們的房東啊 就大概30分鐘我們就決定說 要自己創業 然後呢邊裝潢 哎呀就發生了四季的一個大事件 砂死 對 對 他開業的時候啊 剛好砂死 那砂死喔 在那個地方有些比較偏僻一點 那時候叫我送貨 我還跟他講我送一半就好了 不要全部送 那全部送我怕說到時候做不起來 又要退回來 很麻煩的 那個時候是我覺得我這一輩子 吃最多黑鮪魚的時候 因為一家高級日本料理店 在五月份 通常都會有 會備有這個食材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對 心情是無法 真的沒有辦法用鮪魚來形容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第一個我對自己的料理是蠻有信心 然後 第二個就是我 然後我願說 為什麼我的運氣 為什麼這麼長 我每天吃黑鮪魚 我感覺 我吃的心好痛喔 我認識阿昌斯是在春天飯店的時候 第一次吃的時候 就對它的層次感 留下很深的印象 後來 他開了育神以後 我來吃了幾次 我才知道 他很合乎我們中國寫文章的起承轉合 他每樣菜 他都可以在關鍵點掌握得恰到好處 這如果沒有受過很正統的訓練 跟那個惠心橋手 是不可能達到這個境界 其實日本料理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我怎樣去找到最好的食材 而且對身體有幫助 而且調理的過程當中 他都有加分的 他丟席啦 然後日本的日語他巡 然後中巡上巡那個巡 巡也是當氣 那當氣就是一個 坦白講是一個最便宜 而且他是最好的 天文太太啦 你好 你好校園 你比他更老了 這樣說 你比他更老了 你讓人家說我什麼樣子 對 你吹吹我的師傅啦 才是校園 你吹吹我老了 你叫我騙一下 叫你騙 沒有啦 你別說 當我要重新再調整一道料理的時候 或是一套料理的時候 心情沒有辦法 我完全放開的時候 那我就會 就會 就安排時間 然後安排時間 你說一個人出去 就沒有討論對象 所以說我會要約我太太啦 或是說 我那對兒女 他們有時間 那就要約他們一起去 我們共療雙溪這一帶 所種植的山藥呢 是屬於我們台灣少數原生種 山藥其中的一種 這個山藥在我們台灣已經生長 幾百年的時間了 比我們居住的時間都還長 所以他已經完全 對於當地的氣候啦 土壤都已經完全的馴化了 然後你聽到十個月就開始 開始進去 好 要到這個農村前面 好 開始採收 這牌也要很愛照顧 這都一定 都愛浸顧那個 走去到六百 比顧一個小孩比較難過 對 比較難過 瑞芳這邊所生產的 這一個原生種山藥 它的品質呢 是屬於全台灣最好的 而且呢 在全球來講 是僅次於巴西 排名世界第二 幾個都是亞生的 都去山上蚵 那就是什麼 人在破邊 才有蚵條子回來吃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香 我那天有吃了一下 它有人生的味道 照理講 它真的 它這個營養價值 是不舒服人生的 這個也不好賺 我講真的 因為利用工修的時間嘛 然後就 順便 順便玩 然後順便去找食材這樣子 好的食材 是要我們用心去找 而且要去珍惜它這樣子 不是 因為阿傑年輕人身強脂壯 阿傑年輕人 就算他還種得搬不動 哈哈 就像一個 搬公來 那我那時候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我想說 這個人看起來還蠻兇的 他有跟我講過 他說我真的很兇 那我那時候 心裡就在那邊想說 真的有那麼兇嗎 我就想要去 試看看 所以就是 從那個時候 大概六年前 我就在那邊做 所以以前當鞋渡的時候 師傅他不會叫你磨刀啦 他也不會叫你切東西啦 真的都不會叫這些 你就切 那說起很難聽 那師傅要媽罵你說 這白目是不是 別人這樣會切 你為什麼不會切 不會切就一直簽 那你為什麼會吃飯 以前以前師傅教導就是這樣子 沒有相信 他說 哇 你手要握怎麼樣 然後刀要幾度下去這樣子 有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要把手切了一個洞一個洞 流血再流流血再流 從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慢慢自我再訓練 自我再訓練 努力跟堅持跟持續那個時候 那真的很重要 對他很嚴格 因為他 對待他自己就是跟我們都一樣的 他就是很要求 對他希望他做的每樣賽就是 都是有到滿分的階段這樣子 那他對料理的執著的這個地方 你就會從他一些日常生活中看得出來 比如說打高爾夫球 他一定要練習到說 今天我已經可以打到我那個 比如說幾碼 一百碼那邊 對 他一定要打到那邊為止 一直切 一直直接瘋狂的去練習 他會 比如說他找一道菜的名字 或是到他的作法 他會一直找資料 一直去叫我幫忙 比如說上網去翻 跟這些資料有相關的人 他的電話或住址都留下 然後一個一個打去問 說這道菜到底是怎樣 對 從小到大沒有做一件事情 是說人家肯定的 我不是一個天資很好的人 真的 包括我的電池 包括我的記憶力 包括我的視野 包括我的心態 想法這些 都不好 但是我有一點贏人家 就是 我不會了 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別人花一個小時 我一定花四個小時就值得 既然我選擇日本料理的 我不敢做到最好 但是我盡我的人力 盡我的全部 他去幫他做好這樣子 他會很堅持他自己的事情 他不會隨便受到人家影響 對啊 不管人家怎麼跟他講 他就是要這樣做 對 比如說他認為 生魚片就是要這樣子切啊 這才是真正的壞事料理 那你其他師傅這樣切就是不行啊 對 就是他對料理的堅持 要懂得應用當那種食材 再加上料理的程序 的步驟都要對 才能夠把食物的創意 真正的表現出來 其實如果把做料理 當成是我們人的身體的話 食材大概就是他的血液 就是一個很頑固的老頭啊 比如說自己人開車 開到屏東去 可能就是為了 開一條鮪魚的價錢 或是他的 什麼偷漏那個部位而已 對 就是為了一塊鮪魚而已嘛 呵呵 哪裡都弄得這樣 你不能食材很嚴格 不能顧問他的食材 他在食材的標選上面 他的食材不搭配你要 找他的方式是 你會 你會說這個我要用炸的 他如果說 他這一鍋的食材就是配這些東西 開玩 那你如果說你要加料的話 他會建議你說 這個東西不要加 加下去 會破壞味道 那我們阿剛是做這樣的嗎 現在我們現在來做這一道是 那個多洗霧 那裡面有使用到 我們三列肉的那個大干貝 這個干貝都一定要特大了才要 除了大干貝之分 就是要用到 大概三公斤以上的 那個血腸蟹 像他血腸蟹 一定也要大 因為那大的話 他的肉多 而且那口感吃起來 比較爽火一點 而且我最喜歡的是 他有一股大氣 在磅礫之中 展現他的細微精緻 這是很難做到的 白石料理他比較充滿著殘趣 可以彈旋縮到 而且比較有人文氣息 他這個菜 事實上我去吃的感覺 每一次吃的感覺 他都有變化 他這個好像 有一點跟畫式 或者義式 有一些結合 不是純粹的懷石 所以才叫創意料理 所以我覺得他的料理是 非常有張力 然後吃他的菜 覺得夠誠意 然後也很幸福 我們的大明蝦是特選的 幾乎都是野生的 這種大概是四隻一斤 或者五隻一斤 五尾一斤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用這麼大隻 吃起來口感會很好啊 對啊 那你喜歡吃小蝦嗎 那你喜歡吃小蝦 那你喜歡吃櫻花蝦 所以我們的大明蝦是 他特別可愛的 他特別大 這個洋菇一定要挑 挑外型是完整的 這個口感也是相當棒的 那我挑這個蘿蝦呢 就是外型要平整 無切線 再來就是要聽聽他的聲音 辨識他的聲音 他的聲音是紮實而清脆的這樣子 那這個是最好的蘿蔔 蘿蔔它削皮 我為什麼要用蘿蔔 來削 因為就是要去除蘿蔔 那個皮層底下 那個組織纖維 那煮起來 那個口感更好 那更韌這樣子 剛剛那個什麼 那個大蝦 沒有吃過那麼 那麼堅實的那個 那麼大的一隻蝦 那鮑魚也很厚 創意不是一般的那個創意 它是創意加藝術 不但有創意 而且還講究藝術 那而且更特別是 我看那個 阿昌斯的名片 他寫味覺總監 這我是第一次看到 這個跟一般人 真的是不太一樣 我住在雪梨 然後每次我回來 我的朋友他們都會邀我 都會指定到這邊來吃 然後他做的東西 我會覺得 不管是那個材料的用料 都很新鮮 還有就是他那個 很有創意的 去把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去把它配在一起 讓那個味道 就是你可以記得 前面是什麼後面是什麼 那我們在這邊吃會有 會有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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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 關到木柵去了 然後就跟那邊一些年輕人 就混了混了混了這樣子 那有一次有一個 他姓什麼我忘記 然後來來來 我帶你來中央 每天有一個 做日本料理 你看看 然後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就是一路 迷上日本料理 大概27歲28歲那個時候 那時候媒體很少在報道美食 然後就大概看到報道雜誌 為什麼別人 菜可以做成這樣子 然後我為什麼做這樣子 所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 一直想要去了解 在做一道料理之前的畫畫 其實我是我的目的 而且這個目的是很深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就是要設計 那當然我的藝術這些 遭遇沒那麼深 但是問題就是 我盡全力去把它用 畫這個草稿第一個就是 讓我到市場採購 那個食材回來之後 然後經處理要放 要放入盤來之後 讓我能夠更精準這樣子 因為想的 然後跟你要實際操作的 會有時候會有錯誤 那你圖畫起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精準 第二個就是速度塊 第三輪還有帶一個 這樣的教學作用 他能夠把水蒸魚啊 用一根小竹子掛在上面 看起來就像掛面一樣 然後再配上這個松針 這個看起來的假衫 整個襯托出它的整個美景 我最欣賞它的擺盤 有點像行走在雪地之間 而都沒有沾到雪 我覺得這是滿高的殘境界 好 你好 工哥早 早 你好 好 不要把它當客人 好 你好 好 你好 好 你把它當作一般的人 一般的朋友去打招呼 好 你好 好 保持的就是我只是想跟你交朋友 這邊的街坊鄰居做敦親牧女的關係 這樣就夠了 你也不要心存就是我要你來消費那個念頭 因為你有那個念頭存在的時候 彼此的那個情感就變得不單純 就是覺得說 你對待客人就是要這樣做 所以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好像每個都是鄰居 然後大家會打招呼 很像一家人 對啊 拜拜 沒有 爸爸漢堡帶走 就剛好有一陣子 就是晚上都沒什麼人睡 然後早上度之後就 走來這邊買早餐 很久了之後 老闆就會開始跟我聊天 所以你就睡不著啦 所以後來慢慢久了之後 就變得很瘦 那個都很久了 真的啦 我沒便宜 它的東西我都會去嘗試 所以它就很難吃 就很難吃 店裡面菜車大概有100多樣 是可以一直換 一直吃 而吃不腻 火腿蛋 那第一個步驟就先煎火腿 那火腿煎法很簡單 每一面煎6秒 數6秒 1 2 3 4 5 6 翻面 再數6秒 1 2 因為煎太久會老掉 4 5 那煎太生的話 會有一些生肉的味道 那再來就煎 雞蛋 就是你下了沙拉油 要把它推薄 然後再下雞蛋 那樣的蛋煎起來會比較滑嫩 而且不會油膩 然後蛋黃一定要敲破 因為夾在麵包裡面的蛋黃 如果你讓它是熟的 很容易吃到最後那個麵包都爛爛 好 生病還想吃大雷大肉 有的吃就不錯了 好 我的火腿蛋呢 之前伊電視他也有來拍過劇情短片的故事 可是男主角 因為火腿蛋在之前有一段 對我來講比較刻骨鳴心的故事 對於我跟我老婆之間 以前做夜店的 開夜店做調酒師 長時間一直喝酒喝到乾都受不了 想要一個正常的生活 因為那時候的女朋友 現在的老婆有需求 她覺得那個生活落差太大 因為她是個標準上班族 我們從來沒有很長的時間可以接觸到 晚上我工作 她睡覺 白天她工作 我睡覺 我們的生活 有著嚴重的 時差 後來她覺得說這樣不行 那在一起長久的話 總是要想個方法 她就想說那就自己創業 就跟哥哥學做早餐 因為這是最正常的生活 她一開始不是做這個行業 因為她哥哥跟大家大早做 做那個早餐這一行業 做好像二十幾年吧 所以就跟他們拜師學藝 我的店叫 原本叫集市美 那跟著我哥的店一起 一起叫樂 那後來我覺得早餐大家都美啊美啊 又啊又啊什麼 一大堆的 後來我覺得我不喜歡 那我想做一條自己想要走的路 所以我就改成用一個比較洋化 比較美式的作風 我叫Jim's Burger 我叫Stanley 其實我不叫Jim 大家很多人誤會我叫Jim 那Jim是我哥哥 我哥叫志明 他英文名字叫Jimmy 所以我用他名字的前面Jim 用他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不會做早餐嘛 從頭到尾都我哥教我的 一開始有點混亂 老實說 因為本來在睡覺的時間 現在要起床 然後本來要起床的時間 現在在睡覺 那感覺真的很奇怪 就是以前常常有人說嘛 就是最一輩子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做早餐給那個心愛的人吃